孩子的爸爸妈妈们听好了啊 下面我说的这十种行为啊 就像一把把的力刀 刀刀都可以毁掉孩子 请自我对照一下 谁有谁给我立刻扔掉 一 溺爱之刀 告诉你啊 关爱过度就是溺爱 被溺爱宠坏的孩子呀 无论你做什么 他都觉得理所当然 根本不懂得珍惜 这样的孩子长大了 他能懂得感恩吗 能珍惜别人的付出吗 二 唠叨之刀 很多父母啊 自己一身的毛病啊 却整天歇斯底里的说教啊 指责呀 告诉你啊 你用权威压孩子 孩子就用逆反来保护自己 孩子的叛逆都是你的功劳 三 干预之刀 孩子那么大了 你还在给他穿衣 给他喂饭 啥都包办 有你这么疼孩子的吗 啊 你这么做啊 就等于剥夺了孩子的成长机会 你知道吗 四 期望之道 你要想对孩子有期望啊 那你自己就得自律 就得好学 你自己整天拿个手机刷刷刷 却希望孩子刻苦努力 你这不白日做梦吗 啊 你这些无端的压力会让孩子失去了信心 你知道吗 五 责备之刀 孩子要成才 不是你打击 不是你责备出来的啊 你不鼓励孩子天天打击他 他能不自卑吗 你说 六 迁就之刀 有的父母啊 非左即右啊 要么对孩子无原则的迁就 无原则的纵容啊 要么就把孩子看得一无是处 你这些对孩子的伤害到底有多大 你自己不知道啊 七 在意之刀 经常看到有很多家长在孩子面前 哎呦 那个卑微啊 都不忍直视 父母你自己都失去了自我 你让孩子上哪去找方向啊 八 享受之刀 孩子啊 要啥给啥 而且还给最好的 我告诉你啊 自私贪婪的人啊 倒是被你这么灌出来的 九 满足之刀 跟你说啊 你越满足孩子 孩子呀 就越是不懂得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这个道理啊 十 浇灌之刀 爱孩子 这是父母的天性 无可厚非啊 但是你爱孩子 不等于灌啊 灌子如沙子啊 你知道吧 被灌坏的孩子 长大了指定不懂的规则 没有教养 你不知道吗 哎呀 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会输得很惨的 以上这十条建议收藏 时刻提醒自己啊 导致 导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